南建的深山里 隐藏着哪些奇特景观 就像油画一样 非常的壮观 雪兰娥的神秘美景 又为什么如此短暂 您在地图上 是找不到的 当跳菜遇见瓦包黄扇 当打歌遇到土著舞 两座城市的推荐人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打平了 别急 别急 按钮 下面到了你的强项了 城市一对一 敬请关注 城市一对一 发现城市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对话的两个城市 分别是中国的南建 和马来西亚的雪兰娥 请到两位嘉宾 我来分别介绍一下 来自南建文化馆的馆长 张一 欢迎 小冬好 欢迎 另外一位我们的对话嘉宾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歌手 我的偶像 安琼欧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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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馆长好 馆长好 我确实是听着 安琼欧的歌长大的 真是 是 从那个确实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开始 尤其现在这个桃花朵朵开 对于我来说特别合适 是吗 好吧 请到两位嘉宾非常开心 我们两城对话就先从 中国的南建开始说起 来 看一下 嗨 大家好 我现在就是在南建了 远处的小城就是南建城区了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城区是被群山所包围 南建位于云南省西部 是一个有700多年历史的小城 人口22万多人 其中遗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 漫步在南建的大街小巷 丰富多彩的遗族文化 一定会让您感到新奇 观众朋友们 大家看 我手上拿的这个 您能猜得出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您肯定猜不出吧 这个是遗族的文字 这上面写的是南建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南建的时候 就发现在南建 有很多关于虎的形象 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当地人告诉我 叫虎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虎呢 我们去看看 虎街位于南建宝华镇 历史上这里曾是 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繁华小镇 博尔一带的茶商和大理 丽江等地的盐商 常在此地歇脚修整 多年后的今天 虽然马帮的身影已渐渐远去 但人们仍然能从保存完好的古街 古井 古客栈 古院落里体会到他当年的繁荣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里 我们找到了当地遗族文化学者 施增宏 这个院子特别地古朴 特别漂亮 非常的有感觉 这应该是个大户人家吧 这是我们虎街历史上一个老院子 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一百五十年以上吧 一百五十年以上了 这个是正堂对吗 对 正堂 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 这个是这个楼上是书房 这个下面是藏了一些这个 古街历史的牢的器物 那我们进去看看 一楼的民俗馆内 展示了虎街人过去用过的农耕 狩猎以及生活用品 诗老师这也是一个锅是吗 是啊 我看这有一二三四五五个格 这个锅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个锅是明清时期我们遗族人 用来代客的一个土锅 代客的土锅 五味型的 五味型的 是有五个味道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你喜欢吃酸的 它喜欢吃辣的 还有你喜欢吃甜的 那我就根据你们各样的口味 去组合这五种食品的味道 那也就是说在明清的时候 咱们的遗族人民就开始吃火锅了 对 那可以看出我们的遗族人民的智慧 就体现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了 诗老师告诉我们 除了这些 其实这虎街最著名的 还是一块神秘的石碑 虎街就是因为它而得名 那就是这块碑了 诗老师这块碑是什么碑呢 这块碑是一块仪文碑 仪文碑 母虎日丽 这个碑是母虎日丽碑 母虎日丽碑 那这两边写的是什么呢 两边写的是这个 蛇生肖 凝虎 老兔 财老 四色 等一下 等一下 怎么会是以虎为首呢 我就纳闷了 我们的这个属相不是以鼠为首吗 你们属相 就遗族的属相 第一个是老虎 对 为什么虎为首啊 遗族人呢 我们自称为喇罗巴 喇罗巴是什么意思 裸就是老虎 遗族呢 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史诗 叫做梅葛 他就讲到 当天裂开的时候呢 天神就派了他的五个儿子 来补天 他们最后就用了 最威猛的老虎的四根大腿骨 来做擒天柱 把整个天空给支撑下来 然后又用老虎的其他部位呢 创造了世间万物 当然了 也就包括我们的遗族先民 所以呢 我们是老虎的后裔 这是动物图腾 对 它有没有跟那个汉族的 这个十二生肖 不同的动物 有一个 还有什么 我们那样的话呢 就在十二社团当中 没有龙 多了一个穿山甲 我没有办法把穿山甲 跟龙放在一起 因为我是属龙的 可是今天我要跟人家说 我去到你们那边说 你好 我是属穿山甲 他绝对知道你就是属龙的 因为我们把穿山甲叫做地龙 这个确实有一些文化差异 我们还把一年的每一天 都按照十二属相来排列 比如我家的猪病了 我就选择猪日到我们的山神庙 去磕头烧香 祈祷我们的这个家树能够平安 要是我家的羊病了 我就选择属羊的那一天去 那如果人病了呢 人病的话 我们得去找医生 去医院 我还以为说 这人病了 他属什么 就那天去找医生 还有呢 就是在真月的时候 虎街村的村民呢 会选择青转年 去跳十二寿神舞 戴上十二寿的面具 来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 家去平安 要是阿牛到了我们南建 面具都不用戴 可是我长得不像牛 你不用长得像牛 你这阿牛嘛 你就去扮演我们的牛神 但我要是去的话 有点选牛年牛月牛日去 对对对 可以 对很好 然后再带一帮都是属牛的 带牛面具 然后一起唱 对面的母牛 好吧 其实这个南建奇景还很多 再来看一个 南建是一个多山的城市 山地面积占到总面积的99% 埃劳山 凤凰山和林宝山等山脉 雄奇壮丽 纵横交错 其中最为游客所熟知的还是无量山 我现在就是在无量山了 虽然它不是南建最高的山脉 但是这里却因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而闻名 段宇就是在这里变成的灵波微步的 在这绵延百里演出的博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和满山的梯田以及阳光穿过云层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无量山真的是神秘莫测 而且在这山中还有一处你想都想不到的特美景 我所说的美景就是这儿了无量山的樱花谷 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近千株这个粉红色的樱花 亭亭屹立在这万亩的茶园梯田当中 还有远处无量山国家森林公园 这真的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当地人说这里的樱花可谓是昙花一现 因为花期只有十天 要想欣赏到它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不过在无量山有一处神奇景观 您是可以随到随看 大家能猜得到我这是在哪儿吗 我这是来到了这个外星球了吗 其实这里是南建的土林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这拔地而起的气势与磅礴 我真的是让人发出生气的感叹 远看土林 高低错落 纵横相连 当年沿着曲折的栈道 在土林中漫游 好像走进了一个大自然的艺术魔宫 猪八戒吗 对 对 猪八戒 南建的土林真的是千奇百怪 你看那个特别的像一头狮子 还有的像那个拿着攀桃的寿星宫 我觉得最像的就是那个 像不像一个那个女子 在眺望着远方 等待着她的恋人归来 其实在这儿啊 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位置 你所看到的这个形象呢 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 自己的想象空间 河南建这个奇景真是不少啊 高低远近各不同 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 阿妞说你看这个像猪八戒 我这边刚说这像望夫牙呢 对 对不起 我们心里想个东西 我心里有猪 好好好 非常好 土林是这怎么形成的 说到土林的形成 先给大家您讲一个故事 相传呢 在很久以前 南建有一个吐司 他掌管着万母良田 但是呢 他非常的强横 然后呢 有一个遗族小伙 叫做扎朵 常常就是带头来反抗这个吐司 每每遭到暴行 但后来呢 他的女儿非常贤惠 叫做阿妹 就看到父亲这样做 觉得非常不对嘛 然后就去帮助扎朵 扎朵 疗伤 治病 后来呢 日久深情 阿妹和扎朵就谈起恋爱来了 可是呢 吐司坚决不同意 就让监工 施济 毒死了扎朵 阿妹就非常的伤心 天天以泪洗面 最终呢 郁郁而终 后来上天呢 也被阿妹的泪水感动了 就让雨神下了 久久八十一天的雨 一夜之间伤红爆发 把吐司的万亩粮田 全都冲毁 最后变成了土鳞 这有一个优美的神话传说 虽然说是故事 但是我们南建人 还是很多人都相信 它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南建土鳞的形成 其实还是要靠 八千万年前形成的 特殊杀土结构层 然后一层杀 一层土 再受到雨水清洗 冲刷之后呢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很有形态各异的造型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壮观 我发现南建奇景真是多 很漂亮 我们马上介绍 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雪兰鹅 来看一看 雪兰鹅 如果您在一条街上 同时看到清真寺 观音庙和印度神庙 您一定不要奇怪 马来语中 雪兰鹅是海峡之城的意思 在十八世纪中叶 荷兰人曾入侵雪兰鹅 并在山上建造了堡垒 和爱丁丽丝堡灯塔 如今银夜猴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游客们可以一边鸟看远处的马六甲海峡 一边和可爱的猴子来一次亲密接触 在雪兰鹅还生长着大片的热带雨林 良好的生态环境 吸引着各种动物来自安家 你看仅仅这一棵树上 就栖息着几百只水鸟 是不是很震撼呢 当然 如果说起雪兰鹅 当下最热门的景点 还是马六甲海峡上的一个神秘景观 乘船驶离沙沙兰码头一个小时左右 在浩瀚的大海里 一个巨大的镜子突然出现在游客眼前 它映出整个天空 让人惊叹不已 其实这面镜子就是马六甲海峡中的一个沙洲 当地人称它为天空之镜 在将近一百个足球场大小的镜面上 游客们可以光着脚丫漫步 也可以一路奔跑跳跃 肆意飞翔 拍出各种姿势的美照 或者在沙洲上与这些小动物打打交道 如果幸运的话 你还能在临近沙洲的大海中 看见海豚欢快摇曳的身影 但是当地人说 天空之镜大多数时候都深藏在海水之下 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出现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得了 好漂亮啊 太漂亮了 好漂亮 轮到我了 对 轮到你说了 我之前主持节目有那个玻璃维亚 对 那个地方有这个天空之镜 是 我没想到在雪兰娥也有天空之镜 那我们雪兰娥的这个天空之镜呢 您在地土上是找不到的一个地方 谁发现的 它其实是大概70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渔民在那里发生了小船难 然后他发现 这里怎么突然间这个海里边呢 它这个小船就出交了 冒出来一个 对 冒出来一个沙洲 然后大家也不以为然 一直到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叫Steve的渔夫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漂亮的 他就带了一些游客来玩 那之后呢 有一个我们当地很大的报馆 新洲日报最大的报馆 他有一个记者呢 就做了一个报道 然后他非常认真的 就报道这个很大的沙洲里 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那报道出来之后呢 没有人记住那个丰富的生态环境 所有的人都觉得 哇 那个天空之镜好美啊 哇 就是你们身在旁边的这个美景 才是刚刚发现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去的话就要赶快去 为什么 因为后面去的话就 好像会很多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就会人山人海了 对 越来越多了 你刚才说到那个 让那个天空之镜形成的 那应该是什么时候 就是每个月的哪几天 会比较好一些 它其实非常看潮水的涨 涨和退 那你知道我们有天文潮嘛 所以呢它得必须 潮水刚刚好涨的时候 你才能到那个渣州 是 那如果海水太少 你船没有办法走 对 所以每一个月只有大概 初一和十五的前后两天 你可以到那边去 前后两天 就是大概四天八天 这八天里边呢 你也只有大概是 中午某一段时候 刚刚好的时候能去 而且你要有那个 天空之镜的感觉的时候 你也只有那四十五分钟 有那个感觉 而且你要没有风 有风怎么了 有风它就变成普通的海浪 这要天时地利 还有人和 凑到一起 就像我们那个 云雾丹众的樱花谷 昂花一现 对 是 想看看还得讲缘分 你们介绍 请不要趁机在介绍你自己的城市 对 当然你们两个地方 这个美景都是需要 赶紧捕捉 一个稍纵 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 对 城市一对一 先别急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 好像你们还略战上风 因为你们除了樱花谷 还有别的嘛 对 所以但是别急 因为雪兰娥除了刚才说的 这个天空之镜 特别漂亮 还有美景 有什么呢 你肯定没有见过 来来看一看 除了昙花一现的天空之镜 雪兰娥还有一处景点 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观之一 它就在雪兰娥的 甘榜关丹村 游客们乘坐小木船 穿梭在雪兰娥河上 很快就会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 在河的两岸 有很多亮点 像出手可及的繁星一样 一闪一闪 游客们乘小船 沉浸在这浪漫梦幻的世界里 原来这里生活着大量的萤火虫 它们在寂静的夜晚 大放异彩 形成了极其美丽 和罕见的自然景观 当地人说 这里的萤火虫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它们有时拖着灯笼到处跑 但更多时候是趴在树叶上 几乎一动不动 有规律地发出光芒 据说世界上能看到这么大规模 萤火虫的地方 除了亚马森就是这里 那么这儿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萤火虫呢 哇 不是一个两个 对 真不是一个两个 这是成千上万的萤火虫 它会有这样的奇观呢 对 持人老师 请你给我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萤火虫公园 不是 它不是一个公园 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条 是一个夸拉 夸拉 夸拉其实是马来文河口的意思 河口 对 那它因为是淡水和海水交接 所以那边有很大片的红树林 那萤火虫之所以会在那里聚集呢 是因为萤火虫的食物是当地的一个红树林的树枝 所以它们可以在那里有很多的食物 然后呢 萤火虫的幼虫在附近呢 它其实是我们的天敌 萤火虫 幼虫它们是吃蜗 它吃牛 牛 原来是吃蜗牛 对 刚才我 它们这么久呢 是 其实刚刚你们看的片花 是不足以形容你真正到场的感受的 对 刚刚拍的其实都是十分之一而已 对 因为萤火虫的光是冷的 所以镜头的机器或者是胶片的感光 没有办法捕捉那个感受 在黑夜里 你会发现亮光 它是有节奏感的 叮当 叮当 叮叮当 叮叮当 它是有节奏在 好像在跳舞的样子 而且有一些它还会迷路的 它会不小心飞到你的手 飞到你身上来 非常非常的浪漫 太美了 对 其实它们在这么闪亮呢 是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 其实是它们在求偶 哦 对 谈恋爱呢原来在那 求爱的一个方式 是公的萤火虫在闪 对 吸引母的 对 其实是有点像在唱三歌一样 嘿 对面的萤火虫扛过来了 对 然后母的就这样 哼啦啦啦啦啦啦啦 太有意思了 所以它叮叮叮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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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对对对 那确实是咱们人类那个时候出现 官场它们有点不太合适你知道吗 干扰它们这个求偶的过程了 所以其实那边的船是不能用马达的 害怕惊扰到它 对 人家在 谈恋爱嘛 对啊 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腻 浪漫的脆弱的一个美丽 南剑的跳菜到底是什么跳法 雪兰娥的野生黄鳝 又有什么独特功能 诚实一对一正在讲述 哇 太棒了 刚才说过 咱们这有奇景有气温趣事 其实雪兰娥我发现现在跟咱们南剑打平手了 很快就要超越你们 没事 打平手啊 要想两个城市呢 还有什么样的能超越对方的呢 我觉得呢 那就是美食了 有时候有的人就为了吃那道美食 会去到一个城市 那我们先品尝一下南剑的美食好不好 来 看一看好 大姐 您这芭芭怎么卖啊 一块钱 给我来一个呗 好 谢谢大姐 在南剑呀 所有的面食呢 都叫做芭芭 很有特色吧 其实啊 在南剑呢 还有更多有特色的美食呢 今天一大早呢 我们就来到了南剑的美食街 现在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尝尝这些美食了 大家看这么大的汤圆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这个直径大概有五厘米了 我们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它这瓶特别地软糯 口感特别像那个 QQ糖的感觉 然后呢 它里边呢 还加了这个花生核桃 还有这个红糖 就觉得特别地香甜 大家看 还放了一个荷包蛋的 这一层一层的 这什么样的吗 南剑的油粉 南剑的油粉 这上面黄的这是什么 这种就是皮 这种是豌豆粉 豌豆粉多少钱一碗 五块 那给我来一碗吧 说别地好吃 我觉得吃下去之后 满口都是这个豌豆的这个香味 再吃一碗 烤耳块啊 就像这个千层饼一样 这个是用大米做的 很有嚼劲 吃下去之后呢 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 这个麻麻的 辣辣的 还有这个花生的香味 特别好吃 大姐 这南剑还有什么好吃的呀 当然是跳菜的呀 跳菜 嗯 跳菜是什么菜呀 这个就是跳菜呀 跳菜的就是跳着舞上菜的 你看 它们有的那头顶上还顶着 一个大盘子里边还放着几盘菜 哇 我真的是为它们捏一把汗啊 哇 大家可以看到 对 拿牙咬的那个八仙桌 对 上面还搁着菜 但是用嘴咸着这个桌子 真的就像是耍杂技一样啊 这跳菜跳了半天啊 终于是已经上起了 哎 那我们这个南剑的这个跳菜 八大碗中都有些什么啊 这是我们的大红东包 就是红韵丹桃 丹桃 哇 桃台 这是我们的环豆 两山群韵 要个的相互豆龙 最重要的是我们五亮山 生态五谷鸡 啊 这个五亮山上的生态五谷鸡 五谷鸡 那这个五亮山的五谷鸡是怎么做的呢 清顿鸡 是清顿的方式 是 那里边都放了一些什么佐料呢 放的是辣子 辣椒 还有木瓜 木瓜 还有草果 草果 就这三样 保持匀去匀味 很香很浓 特别的好吃 听你说的 我可以尝一点吗 可以尝吧 好嘞 我先来尝一点 我先来喝一点汤 这个汤真的是特别的香甜啊 特别的甜 还带有一点点这个桃果的香味 来 我们看看这个肉怎么样 这个肉质特别的嫩啊 跟我平时吃的这个鸡肉特别不一样 一口咬下去这个肉呢 就已经化开了 你看 它的这个骨头都是黑色的 肉质也是黑色的 难关叫五谷鸡呢 下次您来蓝剑啊 一定要来尝尝这个跳菜 不仅呢可以保眼福 还可以保口福啊 对吧 好 好 哎呀 气温又来了 上菜的你跳着上啊 对 咬这个桌子在跳 对啊 天哪 这个对我的牙齿 我刚才看的时候 嘴巴的牙一直在发 感觉牙齿在发 大哥都是按着假牙 真牙早都掉了 是吧 对对 他的真牙在某一张桌子上 这个就是我们遗族的齐功 齐功啊 对 从什么时候有这种跳菜的说法 上吧 跳菜呢 我们是从原始的母系社会 时间就开始了 人们狩猎 打仗结束之后呢 就会围着篝火 唱歌 跳舞 高举我们的战利品 然后就祭祀祖先 完了之后呢 就吃这些美食 后来吧 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特殊的仪式 一直就被保留了下来 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 也有了跳菜之香的美誉 就是遗族的风俗 对对对 我开始有一点点改变主意 我们不要不要吵架了 不如这样好了 你们找个机会 让我去去南建嘛 对对对 那就太好了 他是好吃的 吃的就受不了了 看到这个啊 外景记者尝的那个乌骨鸡 对 无量山乌骨鸡 他说是连骨头都是黑的 就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您看他从头到脚都是黑的 其他的乌鸡 您见过都是白毛 或者黑毛 对 但是您看我们这个乌骨鸡 它这种毛色啊 特别好看 我们真正的乌骨鸡呢 就是肉黑 皮黑 内脏黑 然后骨头也是黑的 我今天穿错衣服 非常有特点 就是像 对 就像阿牛这样 我只是皮黑而已 皮黑而已 对对对 乌骨鸡它 为什么这么黑 因为它的细胞当中 有一种叫做 美拉宁的黑色素 这种黑色呢 也给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好处 嗯 它能够增加免疫力 对就是缺乏营养啊 或者是肠后 术后的这些病人啊 都非常的好 肠后要多吃一点 对 对我们还在 暂时不用补了 请主持人 为什么又看我肠后 要多吃一点 我就看你这个衣服的颜色 很接近 非常符合今天的特点 今天的特点 我是乌骨鸡 对 阿牛对这道菜有兴趣吗 我对这个乌骨鸡非常有兴趣 而且我其实肚子 已经开始很饿了 对 你争取后一包 包出另外一种天地 把汤给它包黑了 那才真正的这个 无量山的乌骨鸡了 对 那就没法喝了 纯黑鸡 好吧 美食的这个第一环节呢 我觉得 南剑先胜一筹 暂时领先 选蓝鹅那边 很可能会反败为胜 什么叫反败为胜 先看看 好好看看 先看看 来看看 雪兰鹅美食 雪兰鹅可以说是美食家的天堂 由于这里地处热带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各式各样的水果 当然最文明的 还是这里的榴莲 因为榴莲的原产地 就在马来西亚 它的品种多达几百种 其中以猫山王最为著名 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 用榴莲和椰浆熬制成粥 是当地人最常见的吃法 这椰香搭配榴莲的味道 您能想象出来吗 林海的便利使得雪兰鹅海鲜种类繁多 您看这种鱼是不是很眼熟 对 它就是小鲨鱼 但它不是您想象的保护动物 而是当地常见的一种鱼类 将小鲨鱼切片放入辣椒 当地特产的香料与咖喱粉 胡萝卜等一起熬汤 看着都让人直流口水 当然说起当地最独特的美食 还是世耕庄的黄扇 世耕庄被称为鱼米之香 用这里的野生黄扇切断 超后加入盐、姜丝、糖、黄酒、生抽、老抽 鱼露爆炒 再放入瓦罐中 煲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那筋道的肉片带着一丝酒香 让人欲罢不能 黄扇在我们中国也很常见 这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不是的 不是的 什么不是的 首先这个黄扇呢 其实我们刚拍的那个地方叫世耕庄 它一边是海 一边就是稻田 大片大片的水道 收割完之后 看记的时候 稻田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扇鱼 那其实马来西亚的很多华人 是广东人、福建人 那当年我们的祖辈们 早期到马来西亚去 很多是因为到那里去挖矿 就会觉得那边特别的湿 特别的热 所以呢就一些很厉害的祖辈们 想出了一些方法 那其中一个呢 他们就把这个黄扇 野生的黄扇抓起来 然后呢 先用刚刚片头里面介绍的方式 它其实不但味道很好 而且呢有药用的功能 尤其是和产后吃是吗 不是 跟那个乌骨鸡 它其实最主要的 它可以去除湿气 去除湿气 去除湿气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什么呀 改善记忆力 记忆力不行了 赶快到雪兰儿去 来 给我一打的瓦包黄扇 这个对你记歌词有帮助吗 是这个 我还好 我的歌词都相当的简单 都是对面的你还看过来 对 看过来 再看过来 对对对 其实那是一种忘词的表现 对 我来看过来下去什么来着 这想不起来 这个黄扇也是当地 就是特别好的黄扇 特别大一条的黄扇 就是那种野生的 野生的 不是像我们这种 是 喂出来的这么大的那种 是 野生黄扇 你们那个黄扇只有这么大吗 都变蛇了 你确定是黄扇吗 南建人如何靠打歌互定终身 雪兰儿的马美里族舞蹈 又有什么独特含义 城市一对一正在讲述 在美食这个环节 我觉得两个城市打平了 打平了 别急 别急 下面到了你的强项了 这我们到了这个两个城市的这个 艺术魅力展现时刻了 但是你看南建呢 遗族同胞比较多一些 你穿这个遗族的小马甲来的 对 遗族人呢也是能歌善舞啊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来 广场上表演的是遗族打歌 是集歌 舞 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 被称为是遗族的集体舞 在卢声的伴奏下 舞者们从身后手拉着手 围成圆圈起舞 他们腿部动作丰富 时而跺脚 时而抬腿 时而甩胯 同时他们还唱起固定的打歌调 整个打歌情绪激昂 气氛热烈 伴随着原始粗犷的歌声 一族男女的热情与奔放 也展露无遗 我跳得怎么样 谢谢 刚才我看到你们跳的这个舞蹈 特别的热闹 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跳还有唱 都在表达青年男女们恋爱啊 就是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歌舞是吧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跳这个舞的 这个从小就开始学 当地人都会跳 就是说你们这儿的人都会啊 真的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男剑的遗族打歌 对 刚才看到一帮姑娘在跳 小伙少啊 为什么 这个呀 他小伙要看准了 他才会加入 男的底下看 我喜欢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一看会做饭 对 先观察 他跳你怎么知道他会做饭 你看他手啊 你看手啊 那多 很粗糙啊 一看就是会干家伙活啊 是吧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打猎得很粗糙 那看好之后然后到他对面是吧 也要唱吧 也要唱 你先代表男方唱两句 他如果是小伙子看上这个姑娘了 他就会你说 想你不得当你渴 爱你不得左一脚 阿苏阿苏阿苏说 阿苏阿苏说 我是一句没听懂 我只听到爱你不得左一脚 好 他是说呢 就是想你呢 不能和着你一起回家 爱你呢 却又不能和你做一家 他是这样的歌词 后面那几句是什么意思 但是 那个是后续词 怎么唱来着 阿苏阿苏阿苏在 阿苏阿苏在 你知道我听成什么了 阿苏阿苏在 我听说 我也不好意思表达 因为你叔叔在 阿苏阿苏在 你看 阿苏在呢 我不好意思说 确实 因为我们遗族的话 会有很多都是亲戚 他是我的叔叔 我在他旁边 我就不能唱了 这是男孩唱的 对 男孩唱完之后 这个女的应该怎么表示呢 他就会说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 您可听好了 他会唱 小鸡吃着针穿鲜 挂肠挂肚挂肚挂心肝 阿苏在你有泪 哎呦 他就把他的感情呢 就说成是小鸡 吃着穿着绣花线的针 挂着肝挂着心挂着肠 什么都挂着很好听 我发现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 谈情说爱啊 看起来含蓄 其实比汉族要直接很多 他的表达方式就特别狠 好 这是难见的奇景奇文奇事 还有奇艺艺艺术形式吧 是吧 马上来领列一下 许兰娥的一种艺术形式 来看一看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 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舞蹈 在雪兰娥的凯利岛上 就有一个古老的原住民族 马美里族 他们在岛上生活了400多年 每当祖先日的时候 大家都会跳起传统的舞蹈 表演时伴随着铜锣 牛皮骨和竹筒发出响声 女性舞者穿 用当地的树皮和香蓝叶做成的裙子 腰带和头饰 随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他们时而围成圆圈 时而又排成一字 边缓缓踏步 边摆动手臂 十分优雅 特别的是 舞蹈队伍中还会穿插两位男性 头戴巨大粗犷的面具 一个表情微笑 一个则带有一丝邪恶 动作随意而俏皮 整个舞蹈原始古朴 但又充满张力 让人过目不忘 但让人好奇的是 他们戴的这些面具 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 这个舞蹈就是很土著 这个面具就代表着什么呢 他每一副面具都画自己的神话故事 他画的是哪一个人物呢 他们神话里边的人物 那他们呢 其实对神明的力量呢 深信不疑 所以呢他们在主里边有巫医 家人生病的时候 他们其实呢就会 再做一个面具 那就会跳很特别的舞蹈 去跟神明进行沟通 在这个唱歌跳舞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把这个亲人的病痛 所有不好的肮脏的东西 把它转移到这个面具上 那表演完唱歌完之后 再把这个面具丢进海里边 让它随着海引力而去 祖先日 他们会宰哥宰物两天 那去跟他们的祖先 还有跟神明进行沟通 希望呢神明跟祖先呢 能够保佑他们 有美好的生活 幸福的未来 这个确实有很多古老的寓意 对 好 今天这两个城市呢 我觉得 他们有奇景 奇艺 还有奇闻趣事 衷心地欢迎大家去南建 去雪兰娥 带着你的好奇之心 继续到这两个城市 去探访新奇 好 城市一对一 品味 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到中国大理的云龙 看千年白租村里 隐藏了怎样的历史 安妮 你看 马来了 咱们先躲躲 西班牙的龙达 又为何被称为 全世界最适合私奔的地方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私奔 你研究的是这件事 两个以火腿为名的城市 究竟能吃出什么不同 不同地方的这个火腿 连切法都不一样 对 城市一对一 带您走进两座隐世小城